董事旗旗是可以尋经的 尋经旗旗是真有辩证旗旗旗旗的最基本原则的方法 而董事旗旗大致也不例外 董老师因为对十四旗旗的深入跟扩大 才有数百旗旗旗的方便 董老师在十四旗旗的应用方面 确实也有一些发前人手未发之处 比如说脾关旗 它竟然可以用来治感冒 扶吐旗旗可以用来治心境心脏病 毒鼻旗可以治疗嘴唇身疮 公顺旗旗治疗腰痛跟手麻 谢谢 公顺旗可以治疗腰痛跟手麻 而三交穴可以治疗腰痛跟绕疹 一鸣穴可以治疗前头痛 顽骨穴可以治疗眼睛的紧紧 肩外鱼可以治疗小腿的疼痛 肩膏穴可以治疗腰痛跟肩膜疏腰痛 腺骨可以治疗喷头痛 腹穴 风腐点刺可以治疗嘔吐 这些都是大部分在针灸的书籍里面 古人都没有发现 而董景昌先生运用这些穴道 十四经的穴道 确许可以有很大的治疗效果 所以可以这么说 董景昌先生他就是因为研究 政府的十四经穴道 熟悉了以后 再发挥再改进 最后研发了董事齐穴 所以董事齐穴的齐穴 虽然叫做董事齐穴 但是董老师说他的齐穴是正经齐穴 是在原书里就是董事正经齐穴 所以他的分物是跟十四经穴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不是十四经穴有深刻的认识 断然发现如此多的齐穴 所以在原书的后面也附有 董事对十四经穴的组织 辨证的修订表 有一个叫做修订表 可知参考 所以以董老师用肝门来治疗肝病 肝病多施 所以小肠为分水之关 所以肝门穴就在小肠经上面 而小肠经的原宪 顽虎穴它是治黄药穴 所以肝门穴位于小肠经的中央 既合经络又合全息治疗 中交肝病的本领 所以肝就是肝门穴是这样的发展而来 而正经正宗治疗颈向的疲痛 又与膀胱经有关 治疗颈部颈向的疾病有齐效 再如薄球 它治疗背部疲痛 齐门齐脚齐症治疗症 上三皇 明皇 天皇 齐皇 治疗肝病 下三皇治疗蜜药 脾胃 妇科的疾病 这都包含有三只胶穴在里面 人士 地士 天士 跟曲线线治疗气喘的感冒 和跟肺经有关 这些 不胜美举 这都是因为跟正统的穴位 有正统十四经 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让它不仅继承过去的遗产 而更加有创新跟发展 这是学习懂事齐症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因为它在在也是五合 诗诗经以及综艺的基础原理 此外寻经曲线除了包括 本经的曲线以外 还有苗栗经的曲线 比如说皮经的口的曲线 治疗前头痛 内观治疗 三胶的契机不显 这应该是三胶经的疾病 却从心包经里面来取卷 所以这是因为表领经的关系 那皮经呢 皮经跟阳明胃经 又相表领 这样明白吗 一个皮经一个是胃经 那在四花中外 风龙血点脂肪血治疗痰死 是属于主治的疾病 那这个部分 是属于疲病 但是是在胃经里面取卷的 第二个部分叫胃经 第二个部分叫胃经 什么叫胃经呢 脂经取卷嘛 所以我称之为六经同明经相通取卷嘛 也就是说太阴经通太阴 阳阴通阳阴 哨阳阴 太阳阴太阳 筑太阳绷阳 竹觉阴通 烫阳 阳阳通 三阳 相通 这叫交经 实际上六经同一经的相通 这种关系呢 对人体的病理 这种相通 剩的它两种武器必须相交 那包罗相果可以寄于 寄于甘胆 专来于守福绝音经的通年 这是交经的部分 六经相通在沙函路里面 记载得非常的详细 在这个地方顺便跟大家提一个概念 学针灸的人 必须要有商谈论以及内科的基础 针灸才能学得好 学得通学得后 学内科的病人 学内科的医师 你要内科学做得很道理 相对也要有针灸的基础 因为你不懂经过内科是学不好 所以杨老师为什么在台湾能够有这么高的成就 我可以这么说 台湾所有的医师 写的著作 总得起来 差不多跟杨老师所写的书 差不多跟杨老师一样的过 可以说是杨老师是一个非常用功 非常努力的一个学者 一个带领的人 他本身是针灸专家 相对的态度上很多的专家 因为北京中央大学 他是北京中央大学 刘渡中 刘渡老 入世地 刘渡老是沙古印的北方的大家先生 大家都知道 1,2,3